兩幅地塊加起來 一起達到87000平方米 有幾大就相當於四個半海上居這麼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史謝生 今集相信大家都會很關心一個話題 就是這個甲屋 甲屋在今個月的8月8日 在立法會獲得這個細則性通過 在下年的4月的時候 甲屋法就正式生效 這個甲屋法裡面到底有什麼要素 它又位於什麼地段呢 今天就出來 就專門給大家看一看 接下來如果甲屋賣的話 會賣在哪裏 跟大家說一下甲屋的申請條件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 首先這個申請位分兩種 一種是以個人為申請 一種是以家團為申請 即是兩人或以上 如果以個人申請的話 你是需要年滿23歲或以上的澳門永久性居民 才可以申請 如果是家團成員的話 那申請人就需要18歲或以上 可以是兩個或以上的家團一起申請 那我先說一下那個收入要求 個人的收入要求要不低於 19175元 那就不可以高於 42185元 如果以兩個人或以上的家團成員去申請的話 這個家團的總收入 是不可以低於38480元 那就不可以高於84359元 那同時也都要求 就是這個申請人 他每一年裏面有一半的時間 是留在澳門那一邊的 那關於禁售期那方面 大家都比較關心 禁售期比經屋是會長的 禁售期是長達16年 即是16年裏面你不可以買賣的 過了16年之後 那你是可以賣出去的 不過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如果政府不行使這個優先回購權的話 你才可以將它賣給第三方 那同時 你賣給第三方的話 那個對象必須是澳門的永久居民 才可以賣給他 那當然 如果你下家接手了這個甲屋之後 其實是相對於可以在市場裡自由流通的 不過它跟C樓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再下一次出生的對象 也都必須要是澳門的永久居民才行 這個就會有多少少的限制 那大家看看這一道 這一道呢 那一邊 我們看看那一邊 就是坦仔的機場 而那一邊就是我們的金剛大道 而下面這一道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 鴿屋預計會賣的地方 坦仔偉龍馬路 那下面那裡 一開始上來 我有點詫異 因為這個工地 以前前身 是由香港的華人置業 發展的 裕海南灣的一幅豪宅地段 因為一些問題 最後就收回了 特區政府 那現在呢 它空置了這麼多年 一開始以為是一個戶 原來應該是空置了很久 又沒有排到水 然後下雨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那坦仔偉龍馬路 這個地塊 是分了兩部分 那政府將它 解開成A和B 那A部分的話 它就建得低一點 最高建90米 即是約會是30層左右 而靠近大潭山1號那一邊 那個方向 那個就可以建得高一點 可以建得110米 即是大概40層左右的高度 那說回它的佔地面積先 這個佔地面積 都非常之大 兩幅地塊加起來 一起去到87,000平方米 那有幾大呢 就相當於差不多 四個半海上居這麼大的 海上居呢 就是17,800平方米 那相對於那裡的話 海上居都可以建到六支 這裡一眼看過去 十幾二十支都不出奇 如果按這樣去計算 那這裡呢 本身呢 是在2016年收回這幅地的時候 是想著下來建京屋的 當時的規劃呢 這個地塊呢 是想著建8,000貨單位的 那後期啦 那現在現任的特首 就打算把它變成是一個 架屋的 那架屋呢 由於就是要比京屋大一點 要漂亮一點的話呢 那它那個呢 單位供應數量沒有那麼多 那暫時來說 公佈的方案呢 意向就是可能說 想著建6,500貨單位 那我也說一說 架屋的定價先啦 那特首呢 有說過就是說 架屋的定價呢 將會是比京屋高一點點 然後呢 它就會比私楼便宜一點點 即是私楼在這裡 京屋在這裡 架屋在中間 那京屋的話呢 現在市場預計 有可能是四五千元一呎 那之後呢 現在的私楼呢 大概是九千到一萬元一呎 那如果夾在中間的話呢 架屋應該大概是七千多元一呎 那如果譬如說 一個八百多呎的 兩房單位 然後如果是七千多元一呎 就會去到五百多萬 那如果是一個一千呎 多一點的單位的話呢 那就捱住八百萬的了 那我們再看看 這個地段的方面先啦 那這個地段那裡呢 其實它一出面呢 就是一個主幹線來的 那主幹線 其實大家看看那個方向呢 那個回旋處那裡 大家可能 放工啊 那邊經過這裏呢 都會覺得是比較塞的 這個主幹線是多車啦 特別是現在呢 而比較多遊客來澳門 那接著之後呢 那這裏自然是 很多車在這裏 經過金剛大道 那這個機場那裏 那些人一下機 或是接機都會走這條路 所以這條路是非常繁忙的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一個位置呢 是交通不會說太過方便的 因為它是比較塞的 那至於這裏呢 距離桿仔市區呢 個人覺得 如果用行路的距離去量度的話呢 我覺得距離都真的比較遠的 譬如說如果想去回花城區的話 去回中央公園的話呢 不開車行路 起碼路程都15至20分鐘的 那我自己覺得 個人來說呢 這個就不是太方便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噪音的問題 那很多朋友呢 就會見到 這裏是有一條輕軌的 那我會不會是擔心就是說 有些輕軌的聲音呢 那輕軌的聲音呢 那輕軌的聲音呢 就不是太聽得到的 那反而 就是車聲就真的比較明顯的了 那除此之外 那向著機場當然是好景啦 但是飛機的上落聲的話呢 都是多少會影響到我們的 那這個我就是覺得 它是比較 不是太漂亮的地方了 那以上這幾點呢 就是我對這個地段的評價了 好啦 我們今集節目時間是這麼多了 如果喜歡一個video的朋友呢 按一下like 支持一下製作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